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都有做hip hop的夢 這個就是卡組笛 卡組笛 今天的樂器就是零基礎知識 今天來這裡主要目的就是為我這個音樂家之旅 增添一首cover的MV 好棒啊,這條龍有feel啊 是呀是呀 一條龍來說,算了不說得了 哈哈哈哈哈哈 混蛋,你也算對得我住 為什麼你在這裡? 你當然不想我在這裡 和這個豬朋狗友聊些什麼一條龍服務 不是不是不是 我欣賞你的想像力,但我們在聊的是 卡里茲傳說啊 卡里茲傳說? 沒錯,就是這隻療癒純龍冒險手機遊戲 卡里茲傳說 遊戲不單可以跟同伴一起狩獵 還可以純服巨龍,變成你專有的助騎 培養寵物,成為你可靠的夥伴 還等什麼啊? 立即帶下來一起 以傳說中的獸龍師為目標 齊齊展開熱血又刺激的成長之旅 來啦!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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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我暈得太難 放棄了 那我就接手了 我一接手 立即進入半放棄狀態 為什麼? 因為這些惡器所需要 惡理的知識 或者練習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快三張東西的人實在是 提不起勁去練 那我就一直在想 難道我就要放棄我的音樂夢呢? 並不是的 剛好最近在網上 我找到一種聽聞是零惡理知識 就可以學成的一種惡器 弟弟就搬回來 就是這個了 我就撿了三支 英國原裝進口回來的 那這個惡器的名字呢? 就叫做卡組笛 滾桶然後上下兩個鐵蓋、金屬蓋 那今次的計劃呢 除了是希望可以感受一下音樂的魅力之外 看看可不可以有一個 拿得出手的惡器 嘩! 你看整個人的格調 那程如你們所見 現在是黑色、銀色和金色 那為什麼買三隻這麼多呢? 第一 我希望開箱可以有些東西看 第二 今天是12月5日 喂!後續見!後續見! 嘿嘿嘿嘿嘿 隔多10天左右呢 就是加聰的生日 大家都知道啦 加聰一直以來 生日都有送禮物給我 但好像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送一件正式的禮物給他 加聰這個人呢 自己喜歡的東西 買得起 就直接買了 買不起? 我也不會買得起送給他 隨時隨地 加聰都拿著木童笛 我就知道 喂喂喂喂喂 大哥給個面子 看到加聰最近 無論是直播台 還是過香港 粉絲見面會 或者是平時拍片 他都會拿著木童笛 我就知道 他還沒放棄他的音樂網 但我也知道 由於他手指比較不靈敏的情況下 他這個木童笛 可以照顧到他的音樂的夢 不是很完整 所以我就決定 三種顏色 就簡直送給他 我們現在即場 就打給他 不可以暴露我送禮物給他 喂大哥 你怎麼樣? 沒有沒有沒有 你現在有空說兩句嗎? 說兩句OK啊 沒有啊 我打算問一下 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想像一下你一天 拿著一個黑色的斧頭 斧頭不小心掉到河裡 然後有個河神就走出來 就問你 你這樣掉了的是銀色斧頭 還是金色斧頭 還是你原先的黑色斧頭 最後你是選擇了哪個顏色斧頭 我選金色斧頭 你選金色斧頭 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值錢啊 沒問題 感謝你的答覆 感謝 有嗎?沒有嗎? 什麼事? 沒有啊沒有啊 關心一下你而已 在這個為人點而已 問一問而已 OK 謝謝你 Easy 我們已經知道加粥是喜歡金色的 金色這支我們留給他 他的原理是什麼呢? 你看到卡組底上面不能按鈕 那為什麼他吹到不同聲音呢? 純粹就是憑你口腔的共鳴 有不同聲音就吹不同聲音出來的 這個薄膜是產生共鳴用的 我現在試一試給大家看 我上網看就是對著他 Doo或者嗚嗚嗚嗚嗚嗚 這樣就可以吹到的聲音了 Easy 我們量Rémy Vazor先吹一下 簡單 難聽說到他就是一個 可以把你嘴裡撐的聲音 共鳴化大的聲音 譬如說我想說他粗口 聽不聽到嗎? 其實也可以 他有附一個小袋子 英國原裝盡口 老實說 雖然我覺得 以我的實力很快連袋子都會不見了 我希望 可以加充生日那一天 送一瓶子魚給他 吹出生日快樂給他 雖然這個樂器聽上去有點滴打 不知道唱不出什麼好聽的歌 Rachel和石烈芙的歌 再一次 聽不聽得出 聽不聽不聽 我覺得不適合唱的 喂大哥 好像什麼歌都可以 我估計他應該適合唱一些 比較低音的歌 情歌 大家猜猜猜到什麼歌 聽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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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 附山痕 我記得Rachel會打我 那這個就是卡組的簡易開槍了 我們到時練好它 準備練習階段 嘿 嘿好 早安 大家好 今天我來到的就是海洋公園 今天將會是我第一天 二音樂家的身份 出席這個公開場合 今天來這裡主要的目的 就是為我這個音樂家之旅 新簽一首Cover的MV 知道海洋公園有什麼 一定有水 一定有魚 有水有魚 剛好出什麼 沒錯 鐵達尼號 今天還有導演在這裡 一會兒去找他 可不可以拍一個短的MV 音樂夢基本上完成了九成九 我上網找了一些 說明是零音樂基礎可以學到的樂器 隨便說一首歌 說一首歌 三十個 三十個 給你一些表演 重心這首有年 不是不是 你是後期拍 這個是吹蠟燭那一刻 對 有 嘩 就一點都不認 你練得很熟 你練得很熟 沒關係你熟不熟 是你樣子 你的樣子真的好像放屁 你認得很 他這個聲音是有些歌對 有些歌不正確的 再來一下 那他不是驚奇的 你嘟嘟嘟嘟 他是浪灯浪流 不好意思今天的聲音是DISA 我拍到百萬特效這樣可以嗎? 沒問題沒問題 百萬特效就要百萬資金了 你又沒問題 你那邊 我那邊沒問題 放心吧紅了一定不會忘記你的 他們都非常滿意我的音樂 哪會看得出來我們非常滿意你的音樂 他們都不懂音樂的 我們找個懂音樂的人過來 隨便說一首歌 專業音樂的人評測一下我現在的實力 他沒有聽過 你信不信 我才侮辱了你首歌 王力宏的唯一是最能硬的 來來來來來 有沒有有沒有有適合的感覺 我會玩古歌仔 好像他在坐牢吹人 不要 我以為你.... 不了 不要 這個就是音樂人以及不是音樂人的分別 好 我覺得他也會你 controle 人家超多 下腹 真是音師王子 不確定 最後一張 整個模型的畫面就出來 但真的要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玩? 好好玩! 是不是好好玩? 我跟他超級好玩 終極上癮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資訊欄的連結輸入我道友的訊號 就有一七節和三個月的愛折扣 沒有賣廣告的,這個我自己買的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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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聖誕老人 魔衣魔符 邪雀律 去殺人 剛才走了大論古靈星怪的東西 我差點忘了這次過來的主要目的 如果不是剛才 他叫我吹這個聖誕歌的話 對於你來說 這次的MVM拍攝大不大挑戰 我覺得挑戰都大 因為他需要用到很多CG 還有一些後期上面的部署 感謝導演阿Joe 哈哈哈哈 嚇到馬嚇都不認得我 我想說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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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跑去,你站著我 我馬上跑去對面 馬上 1,2,3 哇,不算 Merry Christmas 好,我們現在是搭纜車 我覺得纜車這個鏡頭 剛入音樂界我就已經編排好的鏡頭 我一想起鐵達尼號的鏡頭 我就覺得一定要有一個纜車鏡頭 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然後配合我憂鬱的眼神 因為我本身有一點畏高 我會怕搭纜車 你專心聽我的音樂 會舒緩很多壓力 我們的MV拍攝組 包了一部纜車 MV拍攝組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啊 我拍攝後頭啊 你下手才會拍攝吧 不要自己感到自己 你感到不到館長啊 大影大影你覺得前面的鏡頭 喂,非常之舊啊 我覺得可以剪三條MV都可以 OK 我想問一下這次這個拍攝 對於你來說是 排了你這麼多年來的拍攝 頭幾名? 732名左右 哈哈哈哈 小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聽到瘋了是不是真的不太好 聽到瘋了的意思是好聽到瘋了 好聽到瘋了 好聽到瘋了 上次我問過你顏色的 最後你又看了金色的 是吹這裏闊的位置 不不不不 這裏這裏這裏 你叫人吹又碰一碰的嘴 我練了這麼久就是為了吹生日快樂給你聽 留心不住 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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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出現了 吹出來 吹 吹 吹 你不是弄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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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到一個共振的點 吹完氣 可能現在那個氣 吹不合一個位置 嘗試一下 慢慢吹然後找到一個共振的氣 你吹不入爹 你吹不入爹 不是這樣就好 然後吹出來 就可以了 你上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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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歌就是時間 小歌就是時間 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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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是一個遊戲 其實吹不吹都沒什麼所謂 我跟著來都不會再吹 有沒有聲音有什麼所謂 身心這個吹你最喜歡的鐵達利 我現在真的是海洋公吹起身拍掌 好像鐵達利號林西 老實說難聽過木童笛 老實說 二個木童笛 他真是很EDM 可以上一首歌 上一首歌 我天賦 這些不太好 對 我現在按我去 再按一首歌 再按一首歌 我先去換一塊 我來幫你換一塊 很怕密封我這個 謝謝你生禮物 一次性的卡片 關你這裡做結尾 直接結尾了不要來啦 那今天開箱差不多了 如果有什麼其他東西想我們開箱的話 就是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請按LIKE的朋友按LIKE 按Subscribe的朋友按Subscribe 記得Subscribe 發哥的Channel 下次再見 失陪拜拜